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解釋一下 这个题目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这个 因为病人的灰烟酸骨坏掉 所以我们用一段空场来做上面的食道 那这为什么是一个崭新的礼仓碑呢 是因为以前像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无解的 就是病人就有终身从这边灌 从肚子灌 不是是无解的 那三十多年前 我们院长就交代我做这件事就是说 他们做了很多食道病人最后还是不能吃 那我们去研发这个题目就是因为 这个病人的灰烟酸骨受伤 这灰烟酸骨受伤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说他这个病人 他每天还是有口水 就拿着被子一直吐 吐口水很不哑关 就没办法去工作 而且他这个机子说他不吃 他每天从这边灌 还是会得肺炎 因为这个口水还是会跑进 无意中跑进肺部 所以还是肺炎 那有的因为这样子最后是死掉 那还有这个 没有办法去工作 那最糟糕就是他没办法睡觉 每天晚上起来吐口水 然后会得到忧郁症 很多的问题 那社会上有很多这种病人 譬如说 癌症的病人 放射治疗以后的病人 还有心度脑中风的病人 很多病人是死于呛道 然后这个 很多病人是因为自杀 那产生这个灰烟骨受伤 那其实这种病人很多 我们估计起来自杀病人很多 然后其他的种类也很多 那我们光是我们医院大概这几年 就已经有两万2511人 那全台湾可能有十二万个人 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这个是会不会症状 正常是这样子 那受伤就变这样子 那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好 一定会经过这个咽喉的部分 那这个 我们正常的人 在吃东西的时候 有个盖子 气管的入口 有个盖子 会把它盖起来 可是 当这个灰烟骨受伤的时候 它这东西会跑进去 这是它的 正常是这样子 那不正常就跑到气管去 跑到气管以后 就会尼摸你 尤其是幼肺 所以幼肺的这个伤口比较短 比较直 所以容易发生右边的感染 那我们就用一转这个小肠去做 那下面的话是 是它自己的食道 或者是另外做大肠的食道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小肠有很强的这个 所以东西只要进去 它就很快就下距 而且它是经过另外的一条路 就是我们绕到空场 做散步食道的重建 那我们简单讲解就是这样 我们从这边进去 下来 那这边有感膜 比较低一点 那从这边进去 然后就很顺其下去 不会呛到 吃东西不会经过这个 这个 那个epicosis那边 这是我们的这个 然后这边吃了以后 就从这边下去 它不是走正常的这一条路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它是从旁边进去 它不经过正常的食道 就是这样子 它的病人 我们经过这样处理以后 病人可以吃得很好 像这个 它是从旁边进去的 你看 就从旁边 它不是走正常的医療路 那今天就是看到这病人 三次 我们是村里人 这样子 那等一下我们有实际上的病人 因为所有的视频都 是不整齐的 我们有实际上的病人 就给各位看看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的 有这几类病人 都是需要做这样的手术 可是呢 很可惜就是说 台湾的这个 整体外科医师 都基于去 赚那个easy money 所以去做美容 那真的做这种 有意义的重建 其实越来越少 那我们今天就是 有意年轻人来做 那只要他来找我 我们一定进行享受 就是毫无保留 那问题就是 现在病人 现在的那个医师 也比较短次 想要赚医心 money 那这个还可以 提升我们 国家的这个 竞争力 不管是在missary上面 就是让我们 我们国家 有更 跟别的国家 不一样的这个医療 那 而且 其实中南亚也有 很多这种病人 那种过去的一些报导 那 这个还可以变成一种 国际医療 就是中南亚 每一个病 至少 会来台湾 需要费用士50位 那我们有训练 很多外国医师 现在有 我们今天有训练 150位外国医师 那他们也有 回去也做了很多的case 那国内也有 就是像 台大园林 还有成大 山总 他们都会来我们这边 学习 我们也有这个 世卫财产的政策 这样子